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所从事的是民间环保工作 在我们兰州环境确实是一个突出严峻的问题 我们一直在黄河沿线保护我们的水环境 去组织志愿者沿黄河进行调查 以及收集污染企业的信息 然后最终然后变成了现在一个专职的环保工作者 06年的夏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我们的一个志愿者跟我说 他们在黄河边有一个学生不见了 在已经确定了这个学生基本上没有生还的可能的潜积下 紧接下来的一件事情就是通知他的家长 当时确实是拿着手机 犹豫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一直没有勇气按出这样一个拨号键 然后好不容易鼓足的勇气电话打出去 接电话的是他的母亲 听到他母亲围的一声 然后我觉得当时整个精神快崩溃了 我当年是24岁 其实这种打击已经超出了我这样一个年龄的承受 我做工艺 我的初衷是希望能够获得快乐 既然这样了我不如放弃了 但是最终坚持下来 我觉得 让这样绿图林消失了 其实损失的不是个人的损失 而是整个社会的损失 把这家事业做好做大 才是对他最好的回报 09年的10月份 有朋友给我转发了时代的一篇报道 说把我评为09年的时代英雄 选择一个自己的方向 坚持理想 坚持不懈 也同样可以活得成功 坚持下去 你也一定能成为英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